那你IG上面有這麼多妹子 會不會有男生秘密 然後講一些比較可怕的 有 前幾天就有 真的假的 我真的嚇瘋 那他跟你講什麼 他就是躺著 我們就是躺著 然後鏡子反射 他就說我覺得你好漂亮喔 然後最後一次我戴口罩 我就說啊謝謝 他說我覺得你眼睛漂亮 鼻子漂亮 然後你好溫柔喔 那我講我的給你聽好了 好 就有那種人會傳一些雞雞的照片給我 然後他就會叫我幫他檢查 我現在也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要傳這種照片給我 麻煩好嗎 你那個包皮要把它拉下來 我就沒看到你雞雞的大小 你要先做好自我準備好嗎 今天我就不是一般的妹妹 就是會那種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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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喔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沒錯今天終於請到了美女 大家會想說 我跟你們說喔 先介紹一下她的資歷 她在IG上面超級紅 你看起來像網紅對不對 但不是 其實呢 她是 你們去看就知道了 很多人找她 來 我們歡迎 Amber 嗨 大家好 我是 Amber 不要害羞啊 我沒有害羞啊 怎麼了 先說說雪服 嗨 大家好 雪服你先穿這樣子 對 我先穿這樣子 我是不是該換一件衣服了 好像要 我趕快去換一件衣服 我來了 你也太誇張 我好穿這樣 你穿這樣 你以為你誰 親普送會喬是不是 那我要先穿什麼 你這樣他們會很開心欸 要不然我比不過啊 你看 街外一來的時候 她就看到我 她說 欸你等一下就穿這樣嗎 她說你真是睡衣吧 我說不是啊 我的頻道都是很隨性的 她就說 不行喔 我今天很認真 我很緊張 好 不要緊張好不好 好啊 那我們要進入我們的主題囉 嘿 其實老說 我分不太清楚 秀眉 霧眉 雕眉 現在還有什麼眉 什麼線霧眉 它其實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分兩種 就是紋眉跟霧眉而已 那紋眉是比較傳統一點點的 可能是比較帶藍色那樣的 可能媽媽們 藍色 以前在用的那種 現在看到一些房間媽媽們 現在留下來的眉毛的那種 傳統色料 但霧眉的話是比較新一點的 所以它就用半永久的色料 它有比較自然一點的 所以這麼多什麼刁眉 這些老實說都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都是算類似一樣的東西 只是別稱不一樣 商業手法的確厲害 對 好啦 你做了這麼多客人 那我們一定要講 職場裡面所碰到的事情 首先我們先教大家 如果你今天 不管你是不是找Amber 好不好 今天呢 Amber就是要來教大家 有關於霧眉的小撇步 有三點 來 第一點 就是呢 你要看這個文秀師的作品 跟資歷夠不夠多 那你就可以找到 自己心中想要的作品 為什麼 為什麼要多不多 因為客人如果多的話 它會依照每個人的臉型啊 或是它的作品裡面 去達到你想要的 因為有時候 它的作品的那個美毛 不一定適合在你身上 你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今天我拿了 譬如說 郭雪芙小姐的美毛 然後我就說 我要變成這樣 可是 如果這個霧眉師 你都是霧比較多歐美眉的話 你可能就已經習慣了 所以你怎麼霧就是 可能會霧不出那種感覺 對 因為基本上 文秀師它有一定的風格 它就是它的作品 風格就是 風格 風格 都是歐美的話 那你喜歡評美的話 你可能去 就不會這麼的契合 等等的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觀察 文秀師的作品很重要 好 第二點 色料的問題 我覺得色料也很重要 色料是什麼意思啊 你說藍色的眉毛嗎 我們現在就是用台灣 SGS 檢驗合格的色料 欸其實我問了很多 今天有 因為我之前就很想悟 可是你知道我這個人就是 只要有冠會疼痛的東西 我都必須要 我都必須要 我一直很想 但是又不去做那種人 然後我就去查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 他都說什麼 用韓國的色料啊 日本的色料 不用 我們台灣就很好了 對我們台灣就很好了 其實用SGS認證的 我覺得其實就很安全 那為什麼 像這個是你一年前幫我用的嘛 對 其實也沒有飯局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我看好多人喔 他的那個眉毛 都會變成什麼 紅色橘色 來來來來來 你來這邊 請問這個顏色是怎麼回事 就是典型的紅色眉毛 結果 其實這個有很多因素 第一個是你自己保養不慎 有些人可能 面膜啊 美白保養品啊 都直接上 他沒有在避會的 可是我超不保養欸 你那天跟我說完什麼 我回家就是 完全都沒有聽到 對 就因為個人的膚況也有很大的關係 每個人的膚色 也是會導致顏色的殘留 或變色都是很有原因的 因為我之前不是金髮嗎 那個時候我就是想說要用金色 就是比較偏金 然後他就跟我說 如果你要偏金的話 他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對 所以你要看一下文秀的時候 會不會跟你說 欸你每一個顏色選擇 他會變成什麼顏色 因為我問過別間 他們就跟我說 沒有問題啊 那個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嗎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對客人負責 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除非說客人他真的很堅持 如果我們是金髮 或是比較偏紅色的頭髮 那我們眉毛要搭配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黃色或是橘色喔 那怎麼辦 第一個就是可能要洗掉 或者是我們要用 轉色的技巧去轉掉它 就有點像瓢頭髮一樣 我們要有一個轉色的部分 然後去轉掉這個顏色的眉毛 好專業喔 對 那我問一下有沒有客人 他是去你那邊 然後他就很堅持 很堅持就是要金色的眉毛 有欸 然後後面掉色了 那你會怎麼建議他 我會怎麼建議他 第一個我一定會跟他說 你顏色選擇完之後 會變什麼顏色 我一定會跟他溝通好 然後打到雙方的共識之後 然後我們簽完同一書 那他其實就也不會太多的意見 然後或是說 啊為什麼我的眉毛退到這個顏色這樣 那也是你當初自己 要配合髮色所以去做選擇的顏色 那如果他退了之後 你會幫助他怎麼修復嗎 我會 我就看他退下來的顏色 然後去幫他做顏色轉色的這個技術 那這樣就很棒欸 就去那邊 反正他就負責到底啊 對啊 再來第三點 聽說這個手法很重要 對 通常的話你可以看這個文修 是他擅長的技術是什麼 例如說有些人用手工或是機器 其實都不太一樣 機器 對 很像刺青的那一種 但因為每個人擅長的不一樣 像我自己擅長的是手工 因為我覺得我的手工 是可以達出漸層的 我自己的習慣啦 那每一個文修師的都不一樣 那每個客人對於真具的敏感度也不一樣 有些人就說 啊我就是要做機器 因為我怕真 我怕真 對 可是手工啊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要點欸 我覺得手工這種東西就是 非常吃美感 對我覺得非常 就是你會不會在家裡布置白色 或是你化妝 化妝師也很吃美感老實說 所以我覺得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看這個文修師 他的美感是ok的話 我覺得不管他怎麼多都是一個不錯的文修師啦 因為至少他有那個天賦在 所以你就是非常自信說你的手工就是ok的 所以我們家的眉毛就是漸層感我覺得是很ok的 ok 好啦來到大家最喜歡的環節啦 我們要靠北客人 哈哈哈 我跟你說 家家都有難念的經 我當空姐覺得很多客人很機車 我相信在各個行業 不管你是哪一行的 都有覺得 人客啊你不要再這樣 不要再這樣子 所以Ember一定也有 超多的 第一個遲到 我最討厭遲到的客人 可是我會遲到五分鐘 五分鐘我覺得都可以 我們會給客人一個range 就是喔可能10到15分鐘都ok 可是就是會有那種遲到40分鐘一個小時 他覺得自己沒有遲到的客人 他覺得自己沒有遲到的客人 這個跟髮型師 就是也差不多 因為你會希望你來是預約之次 被接受到高級的待遇 而不是會覺得 欸我又是藏出 因為要趕後面的客人 那我下次去你可以幫我按摩嗎 高級的待遇 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手持是非常重要的 你也可以提早到 然後讓別人知道說你準備好了 那你會生氣 如果今天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要誤什麼 我都沒有做功課 我覺得這是正常的 因為客人他不知道他想要什麼 所以你是一個專業的人 你必須給他很多的專業的建議 我們就會留兩個小時 半小時是溝通化行 第二個小時可能就是上藥啊 然後再次開始操作 那遲到怎麼辦 遲到我都會建議你就是往後預約再來 你真的不要硬做 所以現在就是遲到了一個小時 喔不好意思我到了我到了 剛剛真的很不好意思 嗯可能沒辦法 因為後面客人他就是下一個pod就要到了 那不行啦 可是我明天 可以晚一點我可以等 那我明天就是 不行我不行 我超級忌諱遲到的人 下次跟大家約不要 不要不要遲到 你遲到的話你要提早說 我覺得這是基本禮貌欸 請問一下可以嗎 你說那遲到太久 你會遲到嗎 有啊他可能剛好尬什麼 就是說啊我真的我怕我會遲到 那我就會說那你會遲到多久 那我就說如果真的太久的話 那我就會延後 因為畢竟文秀斯也是要下班的吧 你延後別人怎麼辦 對 對啊來繼續 好再來就是 砍價 怎麼樣算砍價 就例如說欸我在這裡 消費很高欸 你應該可以算個優惠吧 可是這個一定都會有啊 可是他可能就會現場說 他有沒有給我優惠我就不走 等一下那是開玩笑吧 我跟你說我就遇過一個 這麼認真的客人 他就坐在我們的沙發上 你說現在你不給我優惠我就不走 對 不可能 不是啊太誇張了吧 真的我真的認真 我就很尷尬 我就說沒關係 我們就真的沒辦法給你優惠 那我們這個價錢也是在IG上面 預約的時候我們就講好了 我也是要硬起來啊 要不然怎麼辦 這樣會很沒原則 一直被客人欺負欸 真的嗎 會啊 可是因為我之前 我都沒有誤過沒 但是我有去誤過唇 或是其他地方 我上一個誤唇師 我沒有給他做其他東西 但我覺得他唇弄得很棒 那我之前所看過的那些文秀師們 他們都會先有一個價錢 譬如說這個一千塊好了 欸文秀沒有這麼便宜齁 我只是比喻 好一百塊 這個一百塊好了 他們會拉到可能一百一十塊 然後去便宜他個多少 這就是手法 商業手法啦 你不喜歡 我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我技術價值不應該被打折 這是我覺得我珍惜的地方 所以難怪你會找我 技術價值不應該被打折 真的很重要 也要教育客人 對對對要教育客人 我覺得是啊 因為我個人如果是髮型師 睫毛師 或是像霧霧師 他們如果都是有自己天賦的話 像天賦我是不太會去跟人家 做優惠的 對因為畢竟那個是他們 那價不一樣的地方 好再來 第三個 我覺得沒禮貌 詢問沒禮貌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詢問能夠多沒禮貌 可能一個問號 價錢 價錢問號 一個符號 對 欸你要問什麼 就價錢啊 你要問哪一個項目啊 喔 可能他最快會跟別人溝通 但就是會有很多這種人 的確很多 對 因為也很多粉絲有時候 就會貼一個問號給我 我就想說你到底要問號什麼啊 對 但沒禮貌可以再多沒禮貌 再多沒禮貌嗎 我是天菜的朋友耶 我不能快一點嗎 或是我可以最快的日期嗎 就很尷尬 但其實他們就會拿著別人的名義來說 欸我是誰是誰 我是你媽媽的朋友 我是你媽媽的朋友 很值得優惠 是你媽的朋友耶 但是媽媽完全不知道他被扣上了一個被介紹的事情 喔 就故意 我今天就看那有誰 我就攀個關係 對 如果我是雪芙的朋友耶 熟 那如果我是雪芙 可以嗎 雪芙嗎 雪芙嗎 我覺得可能就再說 我們私底下說 喔私底下說 沒有啦 就是還是要工作中死歸死啦 我覺得薩芙是不是要有吧 我個人覺得做生意是這樣子 就例如說活動我覺得OK這樣 喔對你之前不是都會爭一些什麼model 對 例如說我新技術的部分就會有model 所以我其實覺得可以在model這段時間就可以來了 大家可以報名這樣對不對 對可以報名 我覺得你應該就是受很多委屈很不滿吧 當然啊都幾年了你知道都爆發了 你做幾年了你做幾年了 明年要第六年了 第六年你很久耶 對我超久的 19歲就開始了 19歲就有這麼想法 我的天啊那還有沒有 還有某個人還有什麼討厭的 討厭的嗎 可能在我們工作室裡面吵架 打電話講話很大聲那種 打電話講話很大聲 然後或者是會說 請問你的客人是國人嗎 對 要你可以幫我去巷口買一杯咖啡嗎 我想喝 叫你去巷口買咖啡 這個很多耶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你把我當作是一個怎麼樣 妳就新生過選服去巷口買東西嗎 真的老闆娘耶 那我跟你講 像我在台灣住了差不多一年嘛 我就開始愛與包容 我都會為人家想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可能他平常去的是 一些比較小的工作室 或是那種媽媽型的工作室 我在猜 所以呢可能人家會這樣問他 就會比較不像公司公辦那種感覺 所以他就習慣這樣子了 就會太理所當然了 然後我就會問號 所以我現在是要prepare好你的餐點嗎 你要跟我order試試 對然後我就會覺得很震驚 就會怎麼講這種異語驚人的話 那個真的蠻驚人的 我覺得很傻眼 那我下次要做一集空服員的 他們講出非常傻眼的話給大家聽 我也覺得 那你IG上面有這麼多妹子 會不會有男生秘密呢 然後講一些比較可怕的 有 有 真的假的 真的我真的下風 還好就是我還是有助力在 那他跟你講什麼 他就是躺著 我們不是躺著嗎 然後鏡子反射 他就會說 我覺得你好漂亮喔 然後最後一次我戴口罩 我就說喔謝謝 他說我覺得你眼睛漂亮 鼻子漂亮 然後你好溫柔喔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還好吧 這樣他就下風 他一直拿鏡子反射看我 全程 大概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然後咧 然後 那我講我的給你聽好了 像我啊 就有時候會收到一些 現在是比較少啊 因為我開台的時候 我都會跟大家就是建議之類的 我說你下次要照這種照片 就有那種人會傳一些 雞雞的照片給我 然後他就會叫我幫他檢查 我現在也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要傳這種照片給我 麻煩好嗎 你那個包皮要把它拉下來 我就沒看到你雞雞的大小 你要先做好自我準備好嗎 今天我就不是一般的妹妹 就是會那種 不是我會認真的幫你檢查 你會認真的檢查 如果你哪邊不好的話 我會跟你講 但是麻煩你那個皮先拉下來 OK 喔 氣死我了 這種你應該就下風了吧 我會覺得 嗯 那我封開囉 好 他就會收回囉 如果是只有我一個人收 我就會怕 我覺得會怕都會啦 對 因為畢竟我很小隻 我很怕他可能突然來一個 之類的 可是你看起來已經算是 有氣勢的臉了 有氣勢的臉 但是就太狡小了 就可能被人家爐走 就會直接爐走這樣 辛苦了好不好 來 我們進入我們下一個環節 我們剛剛聊完呢 就是物媒啊 這些東西啊 那老實說我個人比較有興趣的是 他說19歲就開始做這個環節 對19 那其實你是自己創業嗎 我自己創業 怎麼樣可以下這種決心呢 其實第一個 我覺得現實面啦 賺錢 可是賺錢我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啊 因為很多人可能就想說 我想賺錢 那我要去打工 我覺得你們不如去學一個一技之長 就像有些人啊 他想要做美甲式 然後他就想半天 然後又開始說什麼 那個時間怎麼樣啊 不想在人家那邊做啊 然後還要去學啊 就是種種東西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是怎麼克服的吧 其實我會做這個的時候 也是當別人的model 然後他就在我耳邊一直murmur 說他一個禮拜如果做兩個就有八千啊 然後做三個禮拜就有三萬多啊 那你入營越增越多的人來做 那是不是就可以增加更多的被動式收入 但我就覺得我不想要當一般的上班族 就可能領兩萬三萬而已 那我寧願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增model 我是不是就可以創造出更多不一樣的收入 因為我是金牛座 所以我覺得收入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想要賺錢 那你現在跟以前已經很不一樣了 因為大家所看到他從霧眉起家 你現在有做什麼 髮際線然後霧唇 然後還有瑕疵紋秀新的 瑕疵紋秀是什麼意思 瑕疵紋秀就是例如說產後媽媽的紋路 肥胖紋的紋路 肥胖紋的紋路 屁股的紋路 認成紋 對 只要是變成白紋路了 我們通通都是可以做覆蓋的 就是把它覆蓋然後變成 完全平滑的皮膚 對 你不是說平滑 就是視覺 肉眼看上去 就覺得拍照不會有那種痕跡這樣 它是韓國的技術 欸你真的很多東西我可以防你欸 就是你知道嗎 它之前是胖子欸 對我真的也是胖子 我真的最胖率有3公斤欸 因為它比較嬌小一點 對所以就很容易很肉 真的這個我們再另外一個話 如果大家想看怎麼瘦身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讓我知道 然後呢我們就會再找時間跟安伯拍啦 那今天重點我們還是要問安伯說 欸從你創業或是當學徒到現在 欸它不只喔它出了一些產品 對它出了產品 我跟你講它就會拿一些東西 欸這個你用啊你用看啊 然後我就用 我說好願意幫你發 對 然後它就拿了那個會長 會長頭髮的 欸會長頭髮的 然後我就說 我就沒有在洗頭的啊 我是省水大使 應該是預防掉髮齁 因為很多女生會有掉頭髮喜歡頭髮 一戳 然後它要拿那個長頭髮的 對 然後我就噴一噴 的確它有長頭髮 可是我就覺得說它還不足以 讓我就是這邊非常的茂密 但我看到很多人噴出來 都是有一定的效果 我覺得它最好用的是它那個 睫毛生長液 因為我真的長了很多睫毛 我還沒發啊 因為那個要用一段時間 那個真的是好用到不行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什麼 我現在做了自己的洗中品牌了 洗中品牌了 來來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麻豆的包 來來來 這是我今天原本要穿的 因為我們作者 來把這個機器給我架起來 這是我們第一套 我們自己打扮 自己做的西裝外套 來來站起來站起來站起來 就是那種韓式 長人風格 然後就是很好看的灰色 然後也是自己打扮 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不是批貨 我們也不是那種隨便的布 自己去找工廠 自己找工廠 然後畫板啊 然後自己跟布商溝通啊 你有跟別人的盒子嗎 我沒有欸我都獨自 他獨自你到底有哪些心思去做這些事情啊 就我就想說 啊就是趁現在 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要趁年輕的時候做 來來轉衣服給大家看 那我可以穿嗎 可以我覺得你可以 我現在這件衣服 沒關係我要拿出穿搭之鬼 我覺得會穿西裝的女生 真的會超級美 怎麼樣 可是因為我裡面這件衣服不是適合 就是很好看 就是有 對這是我們12月正式會新上市的品牌 唉唷還不錯 非常非常期待好不好 好啦我們主業有沒有 也做得下下叫 副業也開啟了 不管是一些產品啊 或是衣服 好期待你的衣服喔 在這一段過程中 可不可以講出你覺得最困難的在哪裡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理狀態 我會懷疑自己 這是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會怕沒自信 你說會失敗嗎 因為這算是要投資嘛 對 因為是白手起家 創業的人 就是會怕自己的失敗啊 或是會不會有人來買啊 或是有沒有人喜歡啊 會不會受眾啊 這些都是要列入考慮的一個壓力 那你創業你要白手起家 沒有錢怎麼白手起家 我會用我主業的收入啊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可能分配出去 就是你可以剝一點點 然後來做副業啊 就是在投資就對了 其實我第一次都是跑預購 對我都是跑預購 會很安全 那還可以知道說 欸你大概可以抓多少量這樣 疫情的時候有受到影響嗎 大大的影響 你是不是零啊 零收入欸 那怎麼辦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就創了八品這個公司出來 很厲害 那你覺得成功的要素在哪裡 自律 自律 自律真的太重要了 我覺得我是自律王 難怪你減肥會成功啊 自律真的太重要啦 因為我跟你講 曾經有人跟我說過 那時候我就在美國比較胖的時候 有人就跟我說過 如果你連減肥你都做不到的話 你做什麼事情到底會成功 如果你是很想要減肥 當然你不想減肥那沒差 對 如果你每天都是念說 你要減肥的人但是你卻做不到的話 就是你要控制你的嘴 就是連你的嘴都控制不了 就是連你的嘴都控制不了 對你就是沒有辦法在任何事情上成功 所以自從那一次我每一次減肥 甚至我就有時候想要把自己吃胖一點 然後再瘦回去 我都沒有失敗過 我一定都成功了 對我覺得自律很重要 那你覺得這一路走過來是很辛苦的嗎 還是你覺得其實辛苦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其實我覺得是辛苦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辛苦 但是我覺得你後面到現在六年了嗎 你往回看你會覺得 一切都值得了 那你做到現在買過最貴的東西是什麼 房子 房型 買房子了 因為我不買精品的人啊 你不買精品的人 來把他包包拿 我跟你講那個是二手的 把他另外一個包包拿過來 我跟妳說我精品都是二手的 我精品都是人家送的 我自己買精品比較少 因為沒時間買 我買最多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跟我們兩個價值觀應該不一樣 對不一樣 我現在電腦後面在玩的一支天堂的帳號 我那支帳號三百萬 不一樣 他應該會很神奇 對啊 這有什麼病嗎 他應該想要就是翻我白眼 對我覺得大翻白眼 買帳號的意思 沒有沒有那是我的帳號 你說帳號價值 就是你砸了三百萬可是 因為我跟我朋友一起嘛 然後他就想說把東西用好一點 最後這個帳號如果賣出去應該 值得三百萬 不值得 這帳號可能就兩百多 就已經是很棒了 我是賣帳號 好他已經開始聽不懂了 他已經開始想說為什麼呢 到底為什麼不去買房子呢 對為什麼呢 好沒關係 對 好基本上呢 我很常被人家冠上女強人的形象啊 可是其實我就喜歡小鳥一人 我就喜歡譬如說打遊戲也不用那麼那個 我就想跟在人家旁邊去就好了 就我是喜歡這個樣子的 就我是喜歡這個樣子的 你也漸漸被冠上女強人這個 對非常 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今年25歲 今年25歲 我是八年級生 30歲的該怎麼辦 25歲就被冠上女強人的 真的 形象欸 媽呀你知道現在有多少妹子 她們做直播 喔喔你很可愛 那你25歲就已經有女強的封號 你怎麼看? 我怎麼看嗎?我會覺得 蛤?真的嗎?有這樣子嗎? 因為我可能25歲可能給外代人是覺得女強而已 可是我內心覺得我還是一個小孩 你喜歡嗎?工作上我覺得可以 但是這個會影響到其他的生活部分喔 我現在只是提醒你 女強人換來的就是一個東西喔 給你猜猜看 女強人換來的東西就是 單身這件事是不是? 就是孤單喔 女強人換來的可能就是孤單 對有可能 但如果你有家人或什麼 就我覺得還好 OK啦 好啦如果大家呢 對Amber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follow她的IG啦 然後呢下面都會有她的資訊 大家如果很喜歡Amber想要看看她的新家 或是想要看看她的工作室 想要看她一些技術的話 阿菜可以幫忙拍嗎? 那你們在留言跟我講好不好 如果大家喜歡Amber的話麻煩自己去私訊 請大家不要視訊我霧媚喔 因為我不會回答你喔 那Amber有沒有什麼東西要跟大家講的 趕快預約 我們家牌很滿 要欠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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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如果說人數有足以夠我去的話 多少人 我覺得至少也要五個 我花東很累耶 從台北開所以至少要四個小時 五個人以上花東台去好不好 紅湖金毛OK啦 非啦非啦 非啦五個人以上就非是不是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讚 被收放玩笑 ministris 就是 你再跟我預約好了 趕快就電話啊 你今天要幫我用眉毛 不是約好了嗎 蛤 從來沒有一個人在我面前說 他要幫我用 蛤 都是欸我約不到 可是 因為我每次有碰到要碰到肉的東西 我都要先想個兩天 之前之前我要講一個好笑 之前他幫我用完眉毛 然後我就說 他說髮際線 他說好啊我幫你用啊 然後之後就要約了喔 然後之後跟他繞跑 不是放鳥了 我就跟他說我可以就有心理準備 我覺得我現在還沒有辦法 他說那好吧 登你好再來 然後就過兩個禮拜 所以我心理準備好才找他的 對我覺得自己建設然後再找我 不要亂費時間 啊那個老闆跟Ember 我給我問一個問題嗎 嗯 剛剛是誰說沒有名牌包的部分 Ember 白痴喔 我剛剛是偷手的啦 欸至少我身上是沒有 Hermes這種東西的喔 我是沒有脖筋包的喔 啊你另外一卡呢 沒有沒有這是Kloy而已 這是工作包 Kloy而已 其實最貴的是這一個 我們沒有要看那個黑色箱子 怎麼樣啦 握手了啦 你要用怎麼樣的感覺 我想要就是 歐美人 就是 綁起來這邊圓圓的 還是這個要去打東西啊 我先畫給你 完了都沒有準備找照片 你也要是不是 你也要是不是 這樣圓圓的 我要去搭你們看 可是這樣會假嗎 我們可能要打更霧 要不然你的額頭的比例會歪掉 因為其實你的比例是剛剛好的 因為其實你的比例是剛剛好的 通常我們是四隻手指頭唯一個大 還是你覺得我這邊就直接補圓就好了 我覺得可以補 但不要太深 我們就用打霧的方式 我沒有辦法決定 我幫你決定啊 他剛剛翻了一個白眼 不會啦 你喜歡就好喔 你幫我決定應該要補這邊自然還是 我覺得可以打很霧 然後明顯一點的感覺 你這樣綁起來不會有頭套感 好 痛嗎 一點點啦 壞嗎 一個小時內好不好 一個小時內 對 你幫我幫他敷藥可以嗎 好吧 怎樣 真的說幾天不用洗頭 兩天 兩天喔 嗯 沒有差嗎 我也沒差啦 我深水大使欸說啥 你應該當自來水公司的委員吧 沒錯 自來水公司什麼時候找我 業配 嗯 嗯 你在找照片 然後結果安不安在看你的紋路 對啊 肥胖紋啊 欸你這邊有 欸 欸你這樣很近看我腳很害羞欸 這個欸你看 12345 那拍得到嗎 這就是肥胖紋欸 那肥胖紋是瘦下來才就會有對不對 對 啊這裡就是很經典的白紋路 這邊就是白紋路 啊請問你們兩個有沒有禮貌 在我身上一直找紋路一直找紋路 你們兩個是有禮貌的嗎 真的 這樣夠歐嗎 好像可以欸 Majer呢 它是順的沒有很有殺氣 對不殺氣的那種 你要不要照大鏡子 好 那我去照我的大鏡子喔 嗯好喔 那如果這樣放瀏海會不會怪怪的 不會也不會 你說好就好 因為長相比較重要 OMG你快看我一半好了 而且這次我走比較歐美風 因為我本來就已經覺得有點距離感了 但是如果是歐美眉的話就更有距離感 然後上次就比較平一點點 所以這次我就剛才因為我講說受不了我一定要歐美 我覺得很好看 你們覺得我還有距離感嗎 我覺得妳的頭髮沒有距離感 但是妳的眉眉是真的好看欸 我會覺得好好看喔 那個型出來哇塞 真的喔 等一下就在霧另外一邊很期待 你們最近坐好了你看 她們覺得眉毛今天再挑歐美一點點 就覺得整個不一樣 我剛剛看了覺得好好看好愛喔 她在幹嘛 蹲在那邊 我在休息啊 我剛剛已經問我兩個眉毛跟一個髮際線了 我們take a break是不是 很忙 她很忙 OK 我們take a break 好啦那她現在單身 BRACE 啊 在這邊留言OK Bye Bye 你